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姓林 双木林的林 我的名字是松柏 所以今天我很高兴的能够呈现几大 免水免油的煮食方法给大家 各位 今天我要煮的第一道菜就是 我们华人最普通吃的 一个食物就是叫做白切鸡 但是普通白切鸡在我们活泼的时代 当你煮一只鸡的时候 你一定要加水 可是今天我给你看到 我们的煮法就是不加水的煮法 为什么我们不要加水呢 当你加水下去 它食物的营养就流失在水分 如果用MCI煮不加水 它的食物就会 它的营养会营养在它的食物里面 同时也能够保存它的营养 OK 现在我就要用我这个锅子 来煮一只鸡 不加水的 给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就是你会看到的 一滴水都没有 然后你就很自然的放这些鸡 在里面 放这些鸡在里面 这样 如果你要用电炉来煮 也可以 如果你要用我们的煤气炉来煮也可以 OK 现在我就很简单的一道菜 我就要用我的煤气炉煮给你看 然后给你看到 我们用煤气的煮法 是用它的火小到你不可能相信 而且也很快熟 OK 现在我就把这个鸡 和它的这个锅子 放在 它的煤气炉煮 然后盖上来 然后盖上来 开火 开火的时候我就开大火 开火 普通我们就开这么大的火 但是以AM系列煮法 我们不需要浪费这些能力 就是换最小的火 不能讲小的火 这样的煮法 这样小的火 就让我们感觉到煮法不会很整 不会很整 也不会浪费那个煤气 OK 现在当我们煮那只鸡的时候 很多人 就很很很 老夫说 这只鸡酒几分钟才熟 但是当我们煮食的时候 我们不可能知道几分之五 几分钟这只鸡酒 为什么啊 因为它的熟度 depends 在它的火候 和它的食物的多和少 所以当你煮东西的时候 最好是用低温保存食物的营养 同时你也不煮 保存食物的营养 还不用煮 就是我们不需要时常去开盖 不需要时常去开盖 为什么 当你开盖的时候 它的食物的营养流失 不是怕热能又有 当你盖下去的话 你要煮回就浪费很长时间 所以通过我们的Alpha Institute 所发明的一个 一个Item 就是我们叫做Visual Term Visual Term就是给你看 就是这个Meter 这个Meter每一个真的会看 为什么呢 它好像始终讲 它有一个中间是12点 过来是3点和9点 当你开热的时候 它的Meter你不用去转打 它自动会走 当它的Meter走到中间的时候 它的食物在里面就是半手 当它走到完的时候 就是手头 那现在自己放下去煮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煮熟才能够吃 所以怎么样呢 我们就让这个真 煮到完就熟 当你在煮的时候 你就不需要担心说 这只鸡熟了 还是不熟 还是没有熟 就只要看它的Meter 但是看Meter的时候 你知道整个行为就是这样 当它还煮不到的时候 你就一直看 当它煮不到的时候 可能你忘记这样 所以怎么样呢 为了不给你压力 为了防止烧焦那些食物 我们的工资又另外发明 一个改善叫做什么呢 叫做想生意 这个想生意很特别的就是 它有一个Pointer 如果你要给它收到光 你就Pointer在3点这边 就是at the end这边 如果你要半手 就Pointer在一半 就Pointer在一半 所以现在这只鸡 我们给它收到 我们一定要Pointer在3点这边 现在我们就放下去 放下去3点 然后放下去3点 放下去3点 当它收到手 你也不用来看它 为什么呢 这个Alarm 这个visual tone 这个Audio tone 它自然会叫你 它会叫你转熟了 那么你自动来转 这个就是很比键的一个发明 通过我们的Alpha Institute 而且这个Alarm 这个Meter 都是World Patent 都是转力